大家好,今天是9月30号,我马上就要出发了 明天过节带了两个礼盒给长辈带过去 游戏机是我不要了,就送给我的侄子 马上要买Xbox最新款的了 焖烧锅也带上了,也是新买的装备 有了它以后就可以用这个椰花器来做 做米饭,焖米饭了,不用着急垫了 夏天避暑时候的用的这个空调被也不用了 回去给它洗了,洗了一会收起来就不用了 然后换成这个秋被,秋冬被 因为猫冬之旅要开始了 这是我的这个折叠衣架,这次也带上了 跟以前不一样的是,它多了一个夹子 新装备了,很方便 这次也带上 一共 购置了10个 完全够用了 有很多朋友问我后面这些东西怎么塞上去的 其实就是这个胶带了 这个胶带其实不好用 所以我就不推荐给大家了 因为它老化以后就不粘了 你看已经不是很粘了 但这些东西是以前粘上去的 所以还比较老 所以这个东西我就 没有做推荐 这是我自己自带 自用的移动电瓶 用来玩游戏 玩游戏的 这个是我的太阳能折叠板 是专门用来给我的移动电瓶充电的 都带上 这都是到了南方以后不可或缺的装备 然后这个是我自己定制的粒边器 这个是接这个机线柱的 所以它是这边是夹子 夹子然后接这个铜别子 用起来更方便一点 这个是600瓦的 这标的1200是它的这个峰值功率 这个非常给力 因为 我有很深的体会 如果用我的那个车载粒边器 就是那个小粒边器给笔记本充电的话 玩游戏它会卡 也就是说它的功率达不到 但这个呢 杠杠的不会卡 然后今天还有很多东西要整理了 今天 要上上下下来回很多趟 会比较辛苦 然后我的这个桌子呢 我一直想把它换掉 因为它比较重 比较重 但是一直没有换 因为它质量太好了 老不坏 所以我也扔了吧 又可惜啊 所以说 就先就先这样用着吧 另外呢 我备了很多吃的啊 像这个这个里面是碱水面 到时候我给大家 拍起视频怎么样来做碱水面 因为出门在外很想吃这个碱水面啊 然后这是我的这个漆罐啊 我准备的漆罐 应急用的 因为有时候 这个液化漆罐拿去充 充气的时候 或者说是突然间没气的时候 可以应急使用 我现在就已经把冰箱开开了啊 提前开开了 因为下午要往里面放很多很多食物 其中有 光是这个馅饼就有 50个啊 牛肉馅饼 50个 然后还有这个 史密斯的那个培根 大概有 16代啊 就是那个培根400克的培根有16代 因为我比较喜欢吃培根嘛 然后史密斯的培根呢 质量会更好一点吧 呃 大家可能觉得我这有点乱是不是啊 实际上呢 把那些礼盒都清掉以后 就送出去以后 再稍微简单整一下 这就不乱了啊 我这个已经算是很整齐了啊 大家千万不要相信那个自媒体里面的那些 什么风花血月 什么 铺着红地毯 红酒 在草地里那种 都是做秀的啊 真正的房车生活没有那么干 都是像我这样 很平时的啊 OK啊 跟大家 闹一闹啊 因为马上要出发去温汤了啊 我的下一站就是去温汤 明天呢 去家里面跟老妈一起吃个饭 中秋节团圆嘛 然后后天准备就去温汤了 我们温汤见吧 拜拜 by bwd6